第五波疫情来势洶洶,每日新增确诊维持在五位数,抗疫进入了持久战,前线人员虽然疲倦,但仍然充满斗志。 在亚伯社区治疗设施一直作战的成医生就是其中一院,而他更是一位主动请求宾阔一线的私家医生。 今年初,简介香港疫情处处火头,成医生就以私家医生的身份参加了医管局的建设招务。 由二月开始在亚伯工作,负责轻症确诊病人的日常治疗和文件处理,同时在公立医院急诊室做兼职医生,治疗急症病人。 他介绍说,第五波疫情以来,在亚伯工作最大的难点,是一些病情繁复的病人需要转为公立医院进一步治疗时,由于医院床位极度紧张,病人需要一等再等。 他说,有病人已经符合了新冠出院标准几天了,都未等到专科的床位,延伍了病情,让病人觉得厌烦和不理解。 如何让所有病人理解,尤其是轻症患者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,都有一定的困难。 一日战斗系最危险的地方,成医生和同样身为急诊室医生的丈夫,两日每日往返工作地点和家,时刻需要保持最高防疫的警觉。 他说,在基本社交隔绝的疫情当中,只有一家人在一起,才有上心和动力去打赢这场仗。 为了安慰父母,成医生就和父母解释,他前线是医生的职责所在,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子女会将防护做得比所有人都好,不用担心。 为了安慰儿子,他和年纪更小的儿子说, 爸爸妈妈要保护你,那爸爸妈妈就要去诊治更多的病人,保护到病人就可以保护到你,而你做好防护,就可以保护到爸爸妈妈和婆婆。 当被闻到作为私家医生,为何选择暴命加入抗疫第一线事,成医生毫不犹豫地说。 因为曾经在急诊室工作多年,很喜欢和团队一起充锋的工作氛围。 见到当年一起兵肩作战的同事陷入的苦战,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忙。 成医生认为,香港最需要,也是一线医护最期待的支援,就是有更多的隔离指示。 和相关的医护人员,管理人员,这样才可以充分隔离传染的源头,疫情才可以得到控制。 由于学校要开始放假,前线医护人员没有办法在家里和子女一起居家抗疫。 加上很多公司居家工作,物资采购有一定的不便,家人的照顾压力与日俱增。 成医生表示,如果教育局和学校可以提供双型的支援, 保障前线人员家的日常生活,和子女的学习照顾,就可以解决一线人员的后顾之忧,是对前线人员的最大帮助。 成医生说,在这疫情的红楼中,只要每个人都可以坚守崗位,做好防护,就会很快完成疫情。 无论身在何处,每个人都是前线,每个人都将会是英雄。